这些女人大多都会被用来服务那些日本军部的高级长官 他们服务一次的价格大概是在5到8个日元左右 而那些比较低下的日本士兵 由于拿到的工钱较少 他们不会找这种女人发生关系 而是会选择那些较为低下的未安所 来到这里一次只需要拿出3个日元左右 就能够和这些女人待在一起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有些男人为了能够更加痛快 甚至还会带着自己的兄弟去欺负同一个女人 旁边的日本士兵往往对里面发生的种种一切争议之言闭义之言 哪怕这个女人已经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门口的日本士兵也不会有解救她的想法 这些女人一天服务的日本士兵数量大概是在60个左右 很多女人在弄到一半的时候都已经晕得过去了 然而外面的日本士兵还是会源源不断地进去和他们发生关系 大部分的日本士兵在进入未安所之前都已经脱掉了自己的裤子 进去以后就会直接欺负这个女人 不会留有任何的空余时间 更加可怕的是为了避免日本男性和中国女人有任何的情感联系